你知道我們家家父 意外 露 惡惡 你們講到好嗎 那我覺得好好笑喔 好幽默 吳宗憲因為撲光二女兒照片 被罵到臭頭 而二女兒亮靈外型引起熱意 身為大姐的SAMBY吳善如 更連發兩篇文 好拍拍 還連發兩篇文這裡有走心的 喔 開玩笑的啦 對啊 又不是很真 所以兩個妹妹都不想啊 完全不想啊 他就是想要過很低調很一般的人生 我也覺得這樣很好啊 但你現在把它曝光後來 我們現在有少一個可以去幫忙買東西的人 哈哈哈哈 三妹什麼時候要曝光 喔 他特別從美國打電話過來說 不要PO我的照片喔 因為二妹的是 他完全不想要被曝光啊 畢竟爸爸吳宗憲打名鼎鼎 森尼剛回國照工作室 演藝憲哥的光環 慘被霸凌 第一份工作室多少錢 超低 我想一想 我那時候在翻譯社 當翻譯社 嗯 當翻譯 我沒有沒有 我只是去面試而已 然後他 我其實是被有點霸凌耶 因為他看到我的身分證之後就說 像你們這種有錢人家的小孩 然後我想說哇 幹嘛 然後他就說 告訴你現在海龜派到處都是 然後我就想說OK 那你身邊那時候有寫有錢人家嗎 沒有啦 因為他怎麼知道我 他媽的名字 他在上面啊 就有點莫名 然後那時候他就跟我說 我最多給你22 就這樣 然後我就想說 12 翻譯 我當然是沒有辦法 我說我這樣沒有辦法 因為我回來台灣 我就不跟家裡拿錢了嘛 所以我21歲 然後一個月22 怎麼有可能 所以我就是 就決定去考老師 所以後來才去當老師 還要現在Sandy工作穩定 反而是身材體態 常被關注 算了啦 我又不是你知道名模 雖然我都就是自己 覺得自己有172公分那麼高啊 那實際上是 就是172公分 喔這個還好危險喔 拜託 你知道很多人都以為我很高耶 然後他們都忘記 我的比例尺是誰 他們今天就一直在虧我說 我的那個 喔腰線終於露出來了 就是 因為我很少穿這種短短的上衣 什麼叫有嗎 給他讓我 讓我 深呼吸一下 有 有 什麼叫一點點 你現在把你的腰線露出來 側身後腰線 我現在看Easy Today 我要看你們記者的腰線 你看 你看清楚 你有這個嗎 沒有 沒有吧 害我脾氣又上來了 我覺得大家應該要挑戰 就是記者也全部露臉出來 你們全部都坐這邊 然後我們訪談 做一個節目 叫做 看明星怎麼被荼毒 我真的搶眼幻笑 對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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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